对不起 从今往后我会改的 你放心吧 我回来了 别哭了吧 别哭 爸 哼你 哼你 我十年久能把咋的过来吧 为什么像那个像那个 一年一年比一年身体帅着 你们是不知道真正的原因 你们知道吗 要不是那天咱爸走来 要是我开车的话 他给你住不了车祸 你们不知道我和他 我没有多么温暖吧 那个时候我一无所有 什么也没有 他比我大一岁 身材比我高五公分 我吃的柱子 衣服藏着他买 他还瞒着我给你们打过钱 你们知道吗 打过好多钱 他说过的天 你那十年没来钱 这个 这个这么好的女孩 你们都不能接受他 你知道我又多么恨你们 你也不能用一种错误 去惩罚另外一种错误 我想这也不是你前妻的意愿 你都说过你的前妻曾经背着你 给你的爸爸打过钱 那你既然记得这件事情 为什么没有把你前妻身上 发光的东西传承下来呢 你还在这里一直倔强着 把所有的责任推向了这位老人 你作为一个男子汉 就不能承担这点打击 而且一下子沉沦了十年 这十年让你父亲老了 让你也变得这么削弱 你人生最诡厉的一段时光 就在这份忐忑里度过了 你觉得值吗 所以说现在是你应该得到重锤的时候 你就是一个不孝之子 你也不要空谈什么爱情 你是把所有的家庭责任推到一边 追求虚无缥缈的爱情